主持人 各位評審 各位社群 大家晚安 晚安 那我今天要講的主題呢 是關於我的兒時 其實我小時候有個綽號叫做魚博士 為什麼叫做綽號呢 其實是因為說 那時候十多年前我剛上小學 然後每天下課以後啊 我最喜歡做的事情 就會到兩條街外的水族館去看熱帶雨 一定要看到才會回家 然後不只吵著爸爸媽媽買魚缸給我在家裡面養魚 還買了好幾本的熱帶雨的圖件回家裡去看 那每天做完功課沒事的時候 除了取魚缸前面看魚以外 就是把每個圖件從頭翻到尾 翻到書腳都爛了 那其實呢 長輩都覺得說 那本書也沒有多有趣 你怎麼看這麼入迷 然後就覺得說 我這是狂熱的 然後所以就給我取了這本魚博士的說號 然後呢 其實養魚的過程 你們這全都是快樂的事情 有時候魚會生病 會受傷 會死掉 這種時候就會覺得非常的傷心 然後這也讓我養成一種就是說 其實人生是無常的 所以說 應該要及時把握各種事情 把握當下的觀念 那其實呢 我那時候的願望就是說 我希望長大之後 能夠成為一個專業的養魚人士 就是說 我希望能每天和我最喜歡的就是在魚相處 另外呢 就是能夠推廣正確的養魚觀念給很多人 就是讓魚生病啊 控制死亡的機率更低一些 然後 可是我生上國中之後 由於科學變得更加繁重的關係 同學的競爭也更激烈了 所以我幾乎就沒有養魚的時間 我多了個時間都拿去讀書 然後 經過生學考試的洗禮之後 我走到一生上高中 在高一的時候 我們學校的輔導師 舉辦了一場形象的測驗 在這場測驗中 發現了 最適合我的研究領域是電腦科學 所以就讓我決定把資訊工程學系 當作我的生學目標 並且在最後如願以償 那雖然說 我進入資訊工程學系之後 在大部分的科目上面都很有興趣 而且讀書的時候也蠻能自得其樂的 不過 其實我到現在還是沒有辦法忘記 我兒時的時光 也沒有辦法放棄我那時候的夢想 雖然說 我現在還沒有辦法 在學業研究和興趣當中取得一個平衡 但是我相信 只要當我學有做成 事業 生活也沒有後悟只有的時候 一定能夠再次實習我花費許久的興趣 繼續完成我兒時的願望 以上就是我的兒時的願望 謝謝各位